嗨 各位 我是立子 现在随着赛道日的盛行 其实很多人都愿意拿自己的车 去赛道里面好好地爽一下 有的人他会在意人车的交互 所以操控是他们更在乎的部分 有的人会更在意领奖台的位置 所以速度会是他们的绝对指标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预算有限 操控和速度 你会怎么选呢 今天两台车凯吉拉克CD4和宝马330i 他们都是驾驶爱好者们非常关注的 运动型后驱车 两台车车身尺寸相当 都搭载了2.0T四缸纵制发动机 并采用后轮驱动 在动力的部分 宝马330i有21马力50Nm的优势 在售价的部分 CD4则便宜了13万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为两台车都换成了 寒泰K117运动型轮胎 而接下来 我们先和大家聊一聊 这两台车开起来的区别 然后再来一次圈速PK 看看哪台车才更适合你呢 首先我们来讲动力的部分 CD4这个发动机 它输出237马力350牛米 数据不算特别的亮眼 但是它的出段的响应非常的敏感 感受到一种 它想要表达运动车加速感的那种气质 这辆车上面是有的 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 它的中后段加速还是会稍显疲软 那另外来讲变动箱 相比我两年前开的CD4 这个变动箱真的是进步了不少 当我踩到底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性能换挡的模式 那它整个一个换挡的过程 会进入到它能表达的最激进的状态 但是它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类似于在大直到重刹的时候 它的那个降挡的动作 似乎还是比我预期的 要晚了半拍的样子 另外就是它的换挡拨片 凯吉拉克的工程师 似乎忘记了这个部分 你看降挡 每次你按完拨片 差不多一秒的时间 它才能够去执行这个降挡逻辑 所以当你要去刷赛道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式 还是切到自动挡的模式 让它来替你换挡 这个性能换挡模式确实还不错 那其实到了330i里面 非常明显感觉到 这个动力要更狂暴一些 这辆车数出258匹马力 400牛米 当我们在加速的时候 动力储备更加充分 然后ZF的8AT 确实是名不虚传 虽然在台驾驭车上面 它的每个挡位 升挡降挡的衔接 无论是在自动模式 或者在我去使用拨片的时候 它的响应速度都非常的快 而且这辆车越往中后段去 其实它的动力表现会 相对的更有优势一点 另外呢 那就是这辆车的踏板的设置 它会非常的偏垂直 有一点赛车的感觉 跟这个家用车的坐姿 稍稍有点不匹配 但是呢 不妨碍可能会有一些 更躁动的年轻人们 会喜欢这样 有点赛车感的踏板设置 另外就是它的刹车脚感 非常非常的棒 让人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可以在大直道的时候 试图的更晚去刹车 不错 330i踏板的部分 它的角度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很家用车的感觉 脚背也不会很累 只不过呢 它的刹车脚感太虚了 太没有信心了 整个80%的段落的脚感 都是非常空的 只有到最后 你才能够获得它的绝对制动力 那个制动力是够的 但是那前80% 让你非常没有信心 Cd4的转向呢 它虽然是电子的 但它的调教出来的感受啊 是比较像那种传统液压转向的 所以它的真实感 连接感会非常的强 它会更少的那种电子感啊 我觉得放在现在 其实这样的转向 不是很多件 但是美国人还是坚持 把这辆车做成这个样子 祖尼的建立 包括这个转向先行度 都非常的好 中心区的响应也是够的 所以这把转向 在这辆车上面 它确实表达了 它要表达的点 就是它是运动的 930i的这个转向 就是它会给你沉的感受 这或许是一直以来 宝马给你的感觉 但是呢 它的中心区的响应 是有点虚的 所以现在的宝马家用车的转向 沉但不准啊 我相信这个东西 大家都已经都有共识了 我就不必再赘述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减震器的部分 重刹进入一号弯 抱着弯走 整个避震器的表现 非常的稳定 然后快速的重心转移 丢到二号弯里面 整个过程 绿得非常的顺 车身动态非常的明确 刚才进入二号弯的时候 其实是压到路肩 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的 但是我在车内得到的反馈是 我知道我过了路肩 但是避震器并没有把路肩的起伏 去放大的反馈给我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运动型减震器该有的状态 你应该是非常贴地 非常稳态的一个状态 确实放到现在 在这个价位 在这个车身尺寸的级别里面 你能够得到一台这样的车 全系标配这样的减震器 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我们再换三系 重刹进入一号弯 重心转移 其实看过我节目的小伙伴 可能都知道 我对国产三系的避震器 耿耿于怀 一道过不去的坎 特别是 当我在过这种连续弯的时候 它的连续的起伏 重心转移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 当我们去摸到极限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够明确感知到 它在哪里的 但是就这辆车 当你去往极限的路上 它给你的感受是比较含糊的 会出现那种 因为减震器的晃动 而导致它的轮胎 抓地力不稳定的情况 加上这个路肩的起伏 所以车尾有些时候 会有一些莫名的滑动 是在你预期之外的滑动 所以你需要多一点心思去顾及你的车尾 那这就是这台 三系在赛道里面开起来 我觉得跟 CD4差别最明显 个性最分明的一个地方 最后呢 我们来讲底盘的部分 那这台车它的动态 还是偏转向不足的 所以当我们 中刹进弯的时候 要更多的利用寻技刹车 让前轮能够找到更好的辅着力 这样子呢 这台车能够给你的是一个更偏向于中性 更轨道车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的动力呢 没有那么的暴躁 所以说它的车尾啊 在出弯的时候 你哪怕是比较粗暴的给 它也不会给你那些 很突兀的 这个车尾 莫名的滑动啊 所以这台车给你的感觉 是非常有信心的 即便是一个相对入门的人 你也可以开着这辆车 在ESC OFF的情况下面 在赛道里面有一个比较 挥洒自如的驾驶感受啊 因为呢 当初凯吉拉克 做这个Alpha平台的时候啊 其实是有对标 宝马190那一代的车型的 所以这辆车 当我们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放在 今时今日啊 它的那种感觉 是有那么一点点old school 但我觉得那个更多 是一种人车交互的感觉 你不要光听到这个old这个词 但有时候old代表的是 那种人跟车之间 更诚挚交流 更真实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喜欢的 其实能很明确看到 到了3C上面 稍微有一些重心转移 斯坦迪纳维亚式的起飘 它马上就能做出那个动作来啊 那这辆车 它经过国产化之后 它没有了后防晶杆 然后整一个秤套什么的 都完全是舒适化的倾向 所以这台车的车位的表现 真的会显得累赘一点啊 所以这两台车 如果你让我总结 其实330i明显是一个动力 要超越它整个底盘的 这么一个水准 所以当你买这辆车改的时候 肯定从底盘键开始 但是呢 CD4是很明显 底盘 转向啊 刹车等等 都要高于它的动力的 这么一台车子 所以你要先提升的是它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两台车 它们在个性上面 最明显的差别 好了 到目前为止呢 CD4和330i的个性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吧 那接下来就是残酷时刻 圈速PK 你们觉得CD4和330i 在瑞斯这条一分钟的赛道里 谁能胜出呢 想知道最终的圈速吗 凯吉拉克CD4 1分03秒96 而这台巴马330i 1分02秒79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圈速车载 在36.5度的气温下 坐圈速 对于两台原装的四缸涡轮车来说 都不算友好 每台车有三个有效圈 最终圈速相差1.17秒 330i在动力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 在T7去往T8的大直道上 急速132.9公里每小时 而CD4只有124.6公里每小时 宝马用实力来证明了那个段子 过弯谁不会轮方向盘呀 直到快 才是真的快 但是呢 在防滑和轻引力控制方面 330i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而CD4呢 被在车轮出现大幅空转的时候 适当的限制动力 这也导致了出弯的加速不够理想 所以两台车差价13万 圈速相差1.17秒 一台速度更快 一台操控更好 你们会更喜欢哪一台呢 现在呢 其实二三十万价格的后驱轿车 选择并不多 但是呢 喜欢这台车的人 却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屏幕前呢 各位喜欢驾驶 崇尚操控的小伙伴们 CD4这台车 会是你们人生 第一台后驱车吗